好 最近消息要來關心 教育部長吳清姬 捲入了一起風波 因為有週刊報導 他替馬總統的大姐來關說 昨天晚間他結束了國外考察 回到台灣 對於這個事情 他是非常的生氣 他從來沒有打電話給我 也沒有所謂校長人選的 關說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對不起馬以南 我覺得這個事情 他必須跟馬以南道歉 第二 本人從來沒有打電話 到民心科大 去關說任何人事的案件 所以一週刊必須 就他錯誤的報導提出澄清 就本人跟教育部所受到的 名譽的一個損失 他要做一個澄清道歉 或者我依法提出告訴 吳清姬否認關說案 還表明根本跟民心科大 榮譽董事長王廣生不熟 但王廣生曾經有問過他 對於校長領選的看法 吳清姬是回應 沒有意見也不會介入 同時吳清姬說 根本不知道馮丹白 跟馬家的關係 要求週刊要澄清道歉 否則不排除 就會提出告訴